好了,刚才我们把Redis中的事物的概念先说了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事物的概念 不光在Redis数据库里面有 在别的数据库里面也有所体现 比如Maseco,Oracle里面其实都有 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Redis中事物常见一些命令的一些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Redis中事物其实支持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完善 是吧,它始终不能比这种关心数据库 事物这块是没有法比你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这样几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我们看下边 第一个命令叫Multi Multi 这个命令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也说到了标记一个事物块的开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执行的逻辑是吧 刚才我们画了个图 你比如说转账就是一个事物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在这儿啊 在这个位置是吧 就应该开启事物啊 在转账之前就应该开启事物 那么这个开启事物怎么开启呢 如果在我们的Mir Circle里面 那是有一个命令叫Start Transaction 如果熟悉那个买Sickle的 熟悉那个买Sickle的 或者BeginTransaction 这是SickleSickleSickle里面的对吧 好像是 那如果在这个Redis里面就是一个Multi 这样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标记一个事物的开始 那么事物呢 通过这样Multi的命令呢 标记开始之后呢 下面将我们事物内的多条命令 放到一个队列中来进行执行啊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吧 要执行的逻辑呢 就放在开始的事物里面去啊 所以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进行事物的开启 那开启成功之后呢 它返回一个OK 是不是 当然了这个地方啊 它总是返回OK的啊 返回值OK 所以说第一个命令就是开事物 就相当于我们买Sickle里面的StatTransaction 或者是SickleSickle里面 或者是Org里面的BeginTransaction啊 这就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命令不一样而已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提交了 提交命令叫做Exec是吧 其实Exec啊 但是缩写吧 这个命令就是执行所有事物块类的命令 就相当于提交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要提交的话 那使用这个命令啊 来进行提交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提交事物 好 提交事物啊 当我们这个命令块执行完了之后呢 下面这个地方是吧 要肯定要进行提交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提交的话 就是这个Exec啊 进行提交 这个命令呢 就相当于这个买Sickle里面的叫做什么呀 Rollback啊 不是不是不是也是Commit啊 Commit 相当于买Sickle里面的Commit一样啊 买Sickle里面Commit 或者Org里面Commit的话就是提交呗 所以说这个是进行提交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这个逻辑执行过程中呢 那如果出现了异常怎么办呢 如果说这个执行成功是吧 但这个执行失败呢 如果执行失败的话 我们就要撤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撤销的一个命令啊 调到什么呀 调到取消失误啊 放弃执行失误块的所谓命令 也就是说撤销了 我要回滚 这边如果回滚的话 就是Discard啊 这个命令 取消失误啊 放弃失误块那里命令操作 反应值呢是一个OK啊 反应值OK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之前 那个Masset 或者是Org税库里面的Rollback啊 回滚 回滚其实大家理解就是撤销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呢 如果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转账出现了任何一步 出现了异常 那我们就要回滚 那其实呢 在程序里面 我们可以用try是吧 如果有编程经验的同学啊 把try啊 try起来 好 try去里面 如果出现异常是吧 我们这边有个cache cache啊 那么这边 比如说我们要捕捉一个异常 那么如果这边出现异常的话 我们在这是不是就要什么呀 就要回滚失误 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开启失误 如果执行下面的话 什么提交 但是提交过程中 如果出现异常怎么办 回滚 回滚的话 说白了就是撤销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呢 discard就是回滚失误啊 其实这三个命令呢 就对应着我们这个 别的数据库里面的 begin transaction commit和rollback 这几个命令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如果之前学过 mysirco或urk 一些关系数据库的 这个应该很熟悉啊 下面还有两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就是watch watch命令啊 翻译成中文叫监视或监听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命令的作用 就是监视一个或多个k 监听一个或多个k 如果在事务执行之前 这个k被其他命令改动过 那么这个事务会自动的被打断 然后返回的值是ok 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开启一个事务 对不对 我在这个事务里面进行操作 但是呢 同时啊 又有别的人在修改这个k 在修改的话 那么这个当前这个事务呢 将会被打断 所以说这个是监控一个k啊 是不是有别的事务 是吧 在进行操作啊 当然了这个我们刚说的话 没有太多直观的认识 一会儿呢 我们用代码的方式 把这个watch演示一下 除了这个watch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unwatch unwatch就是取消对k的监视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 这个watch和unwatch 肯定是相对的嘛 是吧 watch之间监控 监视一个k的一些变化 当然了 这个unwatch就是取消 对于这个k的监控 取消对这个k的监控啊 比如说我们执行的execute命令 或者执行的这个discard命令 撤销之后 那么这个命令啊 先被执行了的话 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再watch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再执行unwatch啊 也就是这个地方 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watch呢 就是要监控一个k的变化 当然了 unwatch呢 就是取消这个k的监控 还有种场景就是什么呢 你的命 你的这个事物已经是吧 提交了 或者已经取消了 已经撤销了 那监控它就没有意义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再unwatch了 所以watch是对事物一些监控 unwatch就是 是是吧 取消监控 当然如果说这个事物啊 已经完事了 提交了 或者是回滚了 那unwatch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那我们就不用unwatch了 好吧 这几个命令呢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了解啊 在学习时候呢 对比一下我们关心设计库 来学习可以了 Solutions 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